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大明万历年间,吴江县里有个简村 村里有个农民名叫吴大壮 娶了东村老赵家的女儿赵英娘为妻 丈夫种田打鱼,妻子养残织布 虽算不上富裕,但日子过得和乐安宁 简村离赵英娘的娘家东村只有三里多路程 英娘非常孝顺,经常回娘家看望母亲 刚开始吴大壮还会送媳妇回去 但因为两家离得不远,不到半个时辰就能到 时间长了也就不再送了,都是英娘一个人回去 初冬季节,吴大壮在野地里带了十来只黄雀 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来,让英娘烤了吃 英娘看到这些黄雀,马上想到了母亲 就跟吴大壮说,想留几只拿回娘嫁给老母亲尝尝 此时已经过了中午,吴大壮让她明天早上再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英娘就起来了 给大壮做了早饭,然后梳洗打扮 又换了身新衣服,跟大壮打了声招呼就出了门 回到家英娘才知道,母亲这两天恰好病了 便炖了几只给母亲补身体 吃过午饭后,母亲舍不得女儿 女儿也想多陪陪母亲 两人便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 母亲说今天就别回去了,明天让你哥送你回去 英娘却说家里还有活要干 不想耽误,再说路也不远 照英娘走了没多久天就黑了 此时冷风吹来,旁边的树林被风吹得呼呼作响 她本想掉头回去,可又觉得一会儿就能到家 应该没什么事 她在树林间的小路上又走了一会儿 四周越来越黑,渐渐变不清方向 她也不知道路对不对 心里开始害怕起来 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火光透过来 她就想过去借个火照亮 她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破庙 门前有几个衣着破烂的乞丐 正围着火堆吃晚饭,有说有笑的 大晚上的遇到一群乞丐 英娘心里有些害怕,可是看看黑漆漆的四周 只好硬着头皮上前问道 我家就在前面的村子 天黑了也不知道路对不对 能不能借个火让我照亮 乞丐们看来了一名年轻女子 立刻围了过来,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她 英娘发现乞丐们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对 转身就要走 可是有两个乞丐立刻窜到了她前面 拦住了她的去路 一个乞丐走上前来色咪咪地说道 小娘子,这么晚了到这庙里来 是不是要找里面的小和尚 婴娘吓得退了几步 又有一个乞丐跳出来调笑道 想借火,容易呀 我们身上都有火 小娘子要拿什么换 这群乞丐步步逼近 围着婴娘动手动脚 婴娘哪遇到过这种情形 怒不可遏 一巴掌狠狠扇在其中一名乞丐脸上 大叫道 杀人了,救命啊 这一下惹恼了这个乞丐 她上前一把抓住婴娘 随手捡起地上的土块塞进她嘴里 不让她叫出声来 婴娘拼命挣扎 想甩开乞丐的手 乞丐们瞬间围了上来 将婴娘按倒 撕扯一裤 一个乞丐抓起她的丝巾 勒住了她的脖子 没一会 婴娘不再挣扎了 乞丐们看到婴娘不动了 一旦鼻息 已经没气了 这时也害怕了起来 乞丐们看周围没人 把婴娘抬到寺庙旁边 一个偏僻的地方 解开缠着的丝巾 然后盖上枯枝杂草和石头瓦砾 迅速逃离 消失在了艳色中 里茧村不远有个梅里村 村里有个叫张全的人 是一名屠夫 在家里开了个肉铺 经常到石里巴乡去收猪 他还养了一条大黑狗 取名叫大黑 每次出门都会把他带在身边作伴 有了大黑在身边 别人也不轻易欺负他 他听人介绍 说博捞村的里二黑家有口猪要卖 于是四更天便起床 带着大黑王里二黑家赶 打算趁早把猪买回来宰了 天一亮正好出摊卖肉 当张全走到圆通庙不远处的小路时 忽然听到树林中传来几声喊叫 听起来应该是名女子的声音 他立刻停下脚步仔细一听 确实隐隐有一名女子在喊叫 喊得好像是救命 这大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外 突然听到有个女子喊救命 而且声音淒厉哀怨 着实有点甚然 她本不想惹事 想赶快离开这里 可是刚走了几步 身边的大黑却跳到了她跟前 又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叫了几声 显然是想让她去看看 这时 那女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听起来带着哭腔 非常可怜 她心想 如果自己就这么走了 万一那女子有个什么好歹 只怕这辈子都良心难安 难道自己还不如一条狗 张全想到这里 掏出怀里杀猪刀 这是她平常出门防身用的 朝着声音飘来的方向走去 其实这喊救命的女子正是赵英娘 当时赵英娘只是被那伙乞丐 乐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她慢慢苏醒过来 扒拉开身上的枯枝和瓦砾 挣扎着坐了起来 她环顾四周 发现到处都是一片漆黑 寒风刺骨 身上又没衣服 没办法回家 只得大喊救命 张全寻着声音 很快摸到赵英娘跟前不远处 开口问道 这位大嫂 是你在喊救命吗 你是怎么了 赵英娘哭着说自己被几个乞丐打劫了 张全想上去帮她 赵英娘赶紧说不要过来 张全这就不明白了 既然是叫救命 怎么还不让靠近呢 赵英娘哭着说道 我身上的衣服被那群恶贼抢去了 见不得人 我家就在前面的简村 丈夫名叫吴大壮 你能不能帮我把她找来 张全说道 原来是吴家大嫂 简村的吴大壮我认识 我到她家买过猪 你放心 我这就去 张全说吧 立刻向简村走去 走了几步 张全又转回来对赵英娘说道 吴家大嫂 你可不要再喊了 万一被那群贼人听到了 可就不好了 再说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万一喊来不怀好意的可怎么办 你在树后面藏好 我让大黑留在这里陪你 赵英娘听她这么一提醒 才意识到这点 张全让大黑在赵英娘身边守着 大黑非常听话 蹲到了赵英娘身边 他一路小跑赶到简村 敲开了吴大壮家的门 吴大壮立刻戴了衣服 在张全指引下找到了英娘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 赵英娘穿好衣服出来 哭着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丈夫 张全说自己还有事 带着大黑就要离开 吴大壮夫妻两对他千恩万谢 赵英娘差点被乞丐玷 又几乎被勒死 村民们得知以后各个义愤填膺 和吴大壮商量了一番之后 一起到县衙去告状 知县李敬业接到报案 认为这群乞丐竟敢糟蹋梁家女子 实属罪大恶极 立刻拆遣补快牙役四处捉拿 可是这群乞丐在事发当晚就已经逃了 也不知道钻进了哪个老鼠洞 县衙捕快们一连找寻了好几天 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 祸害赵英娘的乞丐们还没有找到 村里却传出了闲言碎语 都说他其实已经被乞丐们糟蹋了 而且那屠夫张全发现他的时候呀 哎呀 一个大男人能没点想法 难保他两人没什么事 这些风言风语 很快传到了吴大壮和赵英娘夫妻两耳朵里 赵英娘面对这些恶意重伤 只能每天以泪洗面 吴大壮当然相信媳妇 时常安慰媳妇 这些乌言慧语 同样传到了屠夫张全的村子里 张全天后气得火冒三丈 拎起杀猪刀就要和传闲话的人拼命 张全的媳妇和儿子张二郎 也都埋怨他不该多管闲事 这天 张全又带着大黑去别的村买猪 午饭后出去 到了晚上还不见回来 张全经常出去买猪 晚上也时常不回家 平时还喜欢喝两口 他的媳妇和儿子觉得 他说不定是在谁家喝多了 也就没有在意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张全的媳妇和儿子张二郎 就听到大黑在门外叫个不停 知道这是张全回来了 慢悠悠起床去开门 门刚被打开 大黑就窜了进来 围着张二郎叫个不停 张二郎向门外瞅了瞅 却没有看到父亲 这时 大黑跳到院外 朝着远处狂叫不止 接着又跳进院门 一口咬住张二郎的裤腿 把他往门外拖 大黑从来不离开张全左右 张二郎发现大黑拖着他 眼里竟然含着泪 便马上意识到父亲肯定是出事了 大黑在前面跑 张二郎紧跟其后 飞搬了好几里地 来到了圆通庙后面的一条河边 大黑跃入水中 在水里拼命扑腾 张二郎见此情形 也立刻跳进水里摸索 没过多久 大黑好像咬住了什么 拼命拖拽 张二郎赶紧帮忙 把那样东西拖了上来 被大黑和张二郎拖上来的是个人形 上半身套着一块白布 还用草绳捆着 看不到他的脸 只露出两条腿 腰间还绑着一块大石头 张二郎看向这人的鞋 立刻嚎啕大哭 那正是他父亲出门时穿的鞋 他赶忙把白布解开 发现果然是父亲张全 双手被反绑着 头上脸上都是伤 像是被石块砸的 发现父亲被害 他痛不欲生 让大黑在旁边守着 飞奔回村里叫人 等张二郎带着村民和里长赶到 看到大黑蜷缩在张全身边 一动不动 村民上前探了探鼻息 发现大黑已经没了气息 翻过他的身子 发现他的腰部和后腿好像有伤 众人这才明白 应该是张全被人袭击时 大黑忠心护主 被打伤了腰和腿 后来眼见敌不过 就先逃开 在后面悄悄尾随 知道主人被歹人埋在这里 才回家叫人来找 在村民的帮助下 张二郎把父亲和大黑带回了家 然后立刻赶到衙梦告状 祸害赵姨娘的那群乞丐还没抓到 如今救他的张屠夫又被人殴打致死 还被绑上石头沉湿河底 李支县认为 肯定还是那群乞丐所为 数日之内连发大案 十里八乡人心惶惶 百姓都被吓得不敢出门 就连乡里的尸身大族也坐不住了 纷纷赶到县衙 请求支县老爷 尽快将歹人缉拿归案 还百姓一个太平 支县李敬业立即派出 全县所有捕快和衙役 捉拿这群乞丐 还发出了悬赏 这群乞丐得知风生紧 想赶紧逃离五江县 可是这时候所有道路 都被捕快衙役层层设防 此时也没人敢收留他们 很快就被擒获 乞丐们被带到县衙后 一顿板子下去 立刻就全招了 据乞丐供述 他们得知赵英娘没死 而是被屠夫张全给救了 衙门正在四处捉拿他们 他们竟然觉得自己不会被抓到 还觉得张全坏了他们的事 琢磨着怎么报复他 他们打听到张全的家 看他带着黑狗出了门 一路尾随 以卖猪为由把他引到偏僻处 趁他不备便下了手 当时那条黑狗看到主人被击倒 拼命向他们扑了过来 他们手里都有棍子 围住黑狗一顿乱打 虽然被黑狗咬了几口 但还是打伤了他的腰和后腿 他们看到黑狗被打跑了 就没有追 而是把张全绑上石头扔进了河里 只是没想到 黑狗竟然找到了张全的尸首 几个乞丐杀人害命 不论主犯从犯 一律被判了斩绝 李知县认为张全和大黑的善行和义举 应该予以表彰 从县衙光库中拿出二十两银子加以抚恤 并特意下令将大黑葬在主人张全幕旁 亲自书写一拳种三字刻语碑上 并撰写碑文以张其形 吴江县很快传开了 屠夫张全救了赵英娘 却因此遭到乞丐报复被害 黑狗大黑忠心护主 又为主人申冤 世身百姓无不敢配 纷纷捐款为张全和大黑风光大葬 吴大壮和赵英娘夫妻感激张全的救命之恩 任张全为兄 任张全的妻子为嫂 尽心侍奉 张全的儿子二郎这时只有十四岁 吴大壮夫妻带她如亲子 帮她照看肉铺的 后来还为她聘了媳妇 从此吴张两家亲如一家 世代交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